那我们的防疫政策是否又要有所调整呢 那以后密切接触者是不是就不用再隔离了呢 我们先来看这是连续10天 最近10天呢 我们的确诊案例标破了53万例 我们来看一下连4天呢 每一天的确诊数都是破6万的 那精神科医师沈正南他推估疫情最慢呢 在7月中可以达到缓解 那当然最快是6月底 但是他说呢这个缓解不代表就零确诊哦 而是呢每天的新增确诊几千例 有点像是国外模式啊 看到现在的美国现在新加坡 会不会就是接下来我们台湾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那他说呢这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呢高龄的长者 我们要保护好 我们要把死亡率降到最低 那么现在呢疫情还没有达到高峰 但是确诊者的确是越来越多 也带来了庞大的居隔潮 你有没有身边呢 邻居同事朋友正在居家隔离呢 突然间就不能上班 其实呢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当然是有所冲击的 政府是不是也感受到压力呢 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松绑3加4 会变成有条件的 你疫苗如果有打3剂 你以后就算是密切接触者 你筛阴性可能也免隔离 就是一个叫做类零加7的新政策 但是其实呢今天专家也说了 这个新政策不是不行 但是配套措施有没有做好 不是一声令下大家就这样往前走 配套措施是什么 如果要筛减已筛代格的话 筛减剂谁要给 政府会出吗 政府会给你吗 或者是价格有没有办法再更低呢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指挥中心现在的状况 现在有一个爆料呢 指挥中心好像4月下旬 就已经在打算这个方案了 接触者不再隔离的方案 原本说4月25号专家会议之后要公布 但是现在呢又变成人在演绎当中 是不是因为地方有些声音呢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指挥中心虽然说4月原本想这么做 但是呢这个变数可能是因为 4月24号的时候来看这边 你还记得吗 当时行政院突然间呢 在会后就宣布了 3加4 当时的隔离 我们原本呢隔离的天数还蛮长的嘛 后来就减为3加4 那也让隔离隔天要开专家会议的 这公卫专家觉得 他们好像背背书了 很快的5月14号就拍板了松绑3加4 打满三季快筛音免居隔 5月15号政院再提一个叫做类零家七 就是密切接触者打了三季 七天自主防疫或者是自主管理 但是可行吗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士碧他表示呢 走向民众自主管理 他说这是不得不的方向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 我们有没有这么多的快筛呢 可以让我们以筛代格呢 如果缺世纪的话 我们怎么以筛代格 再来中区指挥官黄高斌一时他说 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要调降传染病等级 好专家的说法跟地方 现在到底指挥中心有没有参考 有没有办法 这些措施真的是让人民有感的 可以让我们恢复日常生活 没错但是是安心的 疫情持续升温15号本土确诊已达 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二例 累计十天标破五十三万例 医师省正南分析若RT值压到接近一 每天会新增七万例会持续六十五天 如果每天新增十万就是持续一个半月 预估疫情最慢在七月中旬 最快则是六月底就会缓解 确诊数暴增同住亲友或室友 一样要居隔 指挥中心沿你松坊类零加七 密切接触者只要打满三剂疫苗 就不需要隔离 只要七天自主防疫或七天自主管理 但有专家提出若实施会有隐忧 同住家人在居隔期间 因转阳的比率高达五十百以上 那这个外疫风险最后是由谁承担 当然一定是要由医疗机构承担 前台大医师林氏璧也指出 有没有这么多快筛可以以筛代格 是个问题 医师黄玉成也强调关键在后七天 民众能否乖乖遵守防疫规范 合理时间越短了 我们的疫情就越没有办法控制住 你现在改成零加七 但是如果你一时是阳气阳气阳气 那还是继续隔离的 这一波其实还在酝酿当中 然后到最高点会停多久 现在也不是一个非常明确 各有专家呼吁政府要与病毒共存 只有把话讲清楚 指挥官陈时中讲清楚 别让民众怕得要死 只是现在疫情乱向频传 已经引爆民怨 若政府在贸然实施零加七 专家忧心疫情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记者诚实链陈佳伦台北采访不到 好那接下来零加七是否真的有可能呢 那政院拍板松绑之后呢 刚才这一连串的措施 我们先来看地方 刚才要地方也能够来搭配 但是据说有一个县市反对 没共事说要维持原来的居家隔离 是哪一个县市呢 是花莲吗 是高雄吗 网友就说 难道不担心错放造成疫情的破口吗 还有推快筛阳士同确诊 类零加七成熟的态度 效率有如天壤 科幣也说了 三加四造成的行政负担 如果说每天确诊两万 那怎么执行呢 他也提到了 要诉诸国民道德 就是说你不要偷偷的往外跑 就是我们之前有居家围离的部分 不听话逮道要开罚 密接出门要快筛 买不到怎么办 要花七百 他说其实这种种原因 都是问题 那苏贞昌同意松绑 其实专家们也有话说 地方也要同意 苏贞昌院长 我们真的很不了解 是不是跟我们国内的所有民众 都活在平行时空 我们先问最关键跟基本的一句 现在这个居隔方案再放松 真的是现在中华民国 最重要的事情吗 我相信不是吧 我们各地大家都讲说 确诊每天六万五千 六万四千多人 大家确诊了之后 怎么样去快筛 PCR流程简化 赶快投药 让所有的民众 尽数的症状压下来 不要中重症 以及快筛 赶快让大家购买到 这才是我们大家 现在关心的重点吗 我们行政院团队 还是要自己检讨一下 之前呢 常常是行政院下令跟着做而已 那现在是行政院有政策了 但是呢 指揮中心呢 又有不一样的意见 这个代表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专家学者 在疫情的发展 预期严重的情况之下 还没有达到共识 所以呢 变成指揮中心打脸院长 这条路 我想至少要让每一个人安心 用便宜的价钱买到足够的快晒季 让家人家庭 每一个人都能安心 才能发布这样子的政策 如果基本的政策 都没有确认的情况下 都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 临家期可能是台湾未来的灾难 灾难的开始 行政院跟卫务部要协调好 不要互相打脸 而且任何政策的推估 推出 要做好评估 希望行政院 不要打脸陈时中 陈时中也不要打脸行政院 任何政策的推出 要做好评估 好 再来长辈 高风险族群要来打第四季了 今天开放三类的对象来接种 民众说一大早到现场 却因为第三季间隔 还没有满五个月就扑空 也有民众现在认为 应该要开放全民都打第四季才会更有保障 我们来听听医师的专家说法 还要差五个月六月十二日才可以打 第四季疫苗开打 新北亚东医院开放莫德纳随到随打 不少长者抢在一早来到现场准备接种 有个月但是我不知道 时针还没有到 严重的话就要来打吧 打得比较安心 这个都半计而已 高雄集田诊所一早也开打 第四季莫德纳疫苗 除了莫德纳半计量 也可以选BNT高端或Novavax全计量 目前第四季只有65岁以上长者 长照机构著名 和18岁以上免疫不全者 全台约400万人符合资格 可以有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确实蛮多 能够多提高他的免疫 全面如果都打第四季 比较有保障 比如说你是AZ AZ加莫德纳 第四季再加莫德纳自然一点 先考虑你第三季是什么 医师建议未符合打四季民众 还是要把第三季打好打满 有网友分享三季组合 AZ AZ莫德纳症状都很轻 甚至有人说确诊不了领不到钱了 除了第一季不舒服 到处跑上健身房也没事 但也有人留言 加重打AAM 两人接确诊 一人症状明显 一人轻微拉肚子 还是要看自己体质 过一季通常都是配MMA疫苗 次单位蛋白疫苗 这种能够快速随着病毒的序列 做调整的疫苗 而等待多时的首批辉瑞儿童疫苗 约77.76万剂 16号清晨抵台 预估最快下周开打 届时5到11岁儿童 疫苗施打厂牌也多一种选择 接下来恒如潮汕人SNG小组 新北高雄采访报道 再来国中教育会考 52122要登场了 但现在有传出说 国三学生在家快筛阳性 一次不想被匡列 也不想补考 因此他就没有去做PCR 让全体的考生 是不是陷入染疫危机呢 有老师就嘲讽 他说一般的考试市场 比备用的市场还要危险 一年一度国中会考 这个月21号即将登场 不过却传出有国三生 在家快筛验出阳性 但没去做PCR 自行盖牌 引发考场染疫危机 据传这名国三生 不想被匡列 也不想参加补考 因此在快筛验出两条线后 决定不做PCR 不过这样一来 恐怕成为黑数 与一般考生和自主健康管理者 同在一般市场 也将让一般市场 比备用市场还要危险 就怕有相同情况出现 有国中表示将加强考场防疫 老师的时候在进场的时候 我们都会量测体温 所以说如果说 他的体温偏高的话 我们就会再做复验 然后如果真的有发烧 我们就会把他到第二市场去进行应试 市场部分的话 我们也有做到第一个通风 第二个全程要戴口罩 教育部也呼吁学生要落实防疫原则 确诊可以补考 要是染疫却隐瞒 恐成为国中会考的未爆弹 让市场成为病毒温床 记者联人病忘事涵台中报道 好在今天呢 立法院在举办一个日本核实解禁 对国人健康的影响跟危害 就是一场公厅会 结果你知道病毒离我们有多近吗 我们来看看 食药署署长秘书先快筛阳性 食药署长吴秀梅也采取居家隔离 那食药署的代表呢 就由副署长林金富来担任 那卫福部疾管署的主秘邓如秀 他日前确诊 因此署长周志浩就要三加四居隔 但是呢被爆料说邓如秀他快筛阳之后 采取专案就是插队的方式去进行PCR的检测 也再次的引发特权的争议 那周志浩也坦诚基于防疫工作 的确有这件事情 那么日前呢 机关署的副署长庄仁祥 则是因为同住家人确诊 他现在也在居隔 那指挥中心发言人 就由医疗应变组的副署长罗依军来站带 刚听到这一连串你就知道了 其实病毒真的离我们非常近 口罩一定要戴好 我们一定要随时做好自身的防护 再来金门的疫情升温 累计548人确诊 其中在金门酒厂呢 总共有61人确诊 金酒表示基本上是零星的感染 不是场内的感染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 金酒也特别拟定了一个防疫措施 避免这个疫情再扩大 疫情烧进金门酒厂 13号酒厂传出22人染疫 14号再增34人 15号再增5人 累计61人确诊 金酒公司也拟定防疫措施 避免疫情持续扩散 除了要求员工自主管理 也对厂区进行全面清销 为避免员工在用餐时群聚感染 停止公餐一个礼拜 并规定16号上班前 所有员工都要完成快塞 确认阴性才能上班 并预计在这周紧急采购 一万剂快塞次剂 也要求各产线尽量并班生产 将相关损害和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经久的群聚感染外 金门15号出现一名确诊 死亡个案 这名男子今年89岁 有肿瘤术后使 还长期服用慢性药物 而且只打过一剂疫苗 14号时因为发烧 拉肚子呼吸喘到医院急诊 PCR裁剪阳性确诊 在当晚住进加护病房治疗 最后人不幸病逝 这位长者虽然快塞为阳性 不过目前还没有他相关接触的 一些报告突然 疫情内经门稍不停 甚至出现重症死亡个案 就连县长杨振武也确诊 该如何控制疫情 成了县府的一大考验 记者李俊 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 那再来呢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咯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